老游时谈,谈美国时事 大家好,我是老游 今天我们来谈三个话题 第一,CNN返水了 今天他们登出了一篇 深挖哈里斯老底的文章 对哈里斯的立场反复 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第二个话题 时代杂志也返水了 今天这家知名杂志的老板 在推特上对哈里斯进行了批评 为什么要批他 是怎么批的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解读 第三个话题 就是昨天川普在加州集会时 当地警方在集会现场的附近 逮捕了一名持枪男子 当地警长称 他们遏制了试图对川普的第三次暗杀 但嫌疑人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一会儿我们来详细了解这个事件的内情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请新来的朋友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CNN又登出了一篇 对哈里斯十分不利的报道 标题叫做 哈里斯竞选总统之际 他作为检察官的履历 再次受到损失 看来左媒CNN似乎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了哈里斯的败局 抢导众人推 CNN也开始上来踩了 这篇报道都说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列出了哈里斯在过去二十年间 极其标志性的在政治立场上反复无常的态度 第一起事件是二十年前 哈里斯他曾拒绝对一名被控杀害警察的帮派成员判处死刑 当时他的态度是反对死刑 而且还是绝对的反对 并且在当年 在2004年当选旧金山市第一位女性地区检察官后 不久他就在旧金山记事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 文章写道对于那些希望处死这名被告的人 我只想说原则上不能有例外 我向旧金山人民保证 我反对死刑 尽管这起案件引起了强烈的情绪 但我仍将履行这个承诺 就在短短四年之后 当他宣布计划竞选加州总检察长时 他又抛开了长期以来反对死刑的态度 他誓言说如果我要是当选 我将按照法律规定执行死刑 你看这就是哈里斯口中 我的价值观没变 这是CNN挖出的第一起立场反复的事件 第二起事件 是在他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 当时他主张执行一项州法 根据这项法律 长期逃学的儿童 他的父母可能会被关进监狱 但是在若干年后 当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期间 他对一些检察官采取这样的做法 表示遗憾 说这绝对不是这项法律的本意 你看又变了 我估计十几年前的这个事情 他对过去的那些态度 可能早就忘了 我说过吗 忘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是一个 他根本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观 没有人生信仰的墙头草 只要政治需要 利益需要 随时可以变 另外第三起事件 那是在四年前 2020年 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那起 轰动全美的佛罗伊德事件 这个大家应该都记得 是吧 黑人男子佛罗伊德 被白人警察跪紧致死后 哈利斯指出 对涉嫌警察的不当行为 进行独立调查至关重要 并指出 当地检察官在调查此案时 存在明显的或真实的利益冲突问题 但是CNN挖出 在大约十年前 他作为加州总检察长时 他曾拒绝对该州的几起具有争议的警察枪击事件 进行类似的外部调查 同样的事件 又是不同的态度 这期间 时间仅间隔了六年 又是一个变 所以你说万斯称他为变色龙 这有错吗 我觉得一点都没错 而且名副其实 其实哈利斯拥有这么多变幻之术 这也倒不奇怪 因为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价值观的人 转变立场 那是分分钟的事 所以你要是让这么一个人当了总统 那得有多可怕呀 但是这里面让我感到疑惑的是 这样挖墙角的爆料事件 竟然是CNN给登出来的 竟然不是福克斯 而是CNN 你说岂不奇怪 大家都知道 CNN几乎是民主党的党媒 这民主党的候选人不支持了 怎么反水了呢 我估计 这说明CNN也是看到了 哈哈姐的败事了 你都自身难保了 我们这些小编们已经无力为你护航了 赶紧交个投名状 以后还能混口饭吃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篇报道的作者 他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而是四名作者 四个小编 齐心合力的共同挖掘哈利斯的昔日往事 向全国人民报告 哈利斯同志的反复无常 你说这是不是有点意思 四个小编不仅挖出了哈利斯的成年往事 同时在文章中还不忘踩上一脚 说今年八月 哈利斯在接受CNN采访时 被问及他的一些立场转变时 他说我的价值观没有变 你看你还说没变 以上就是证据 我们四个小编 齐心合力的收集了三个论据 够不够 一篇论文三个论据 够了 还说你没变 啪啪打脸 比那个孙猴子变得还厉害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反水的大左媒 那就是时代杂志 昨天该杂志的老板马克·贝尼奥夫 对这位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出了批评 同时他还将哈利斯和川普拜登 在竞选期间的接受采访的情况 进行了比对 来时代的老板 为什么要批哈利斯 之前不是挺友好的吗 都把人家捧上封面了 这会又批人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首先贝尼奥夫他在推特上发文 说尽管多次提出请求 但时代杂志仍未获准采访卡玛拉·哈利斯 这与其他总统候选人不同 我们相信透明度 并完整发布每一次采访 为什么副总统不能与公众 进行同等程度的接触 大家看到 很显然 在他的言语背后 是对哈利斯逃避采访的谴责 估计时代杂志应该是对哈利斯 发出了多次的请求 应该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肯定都被拒绝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今年八月 当时哈利斯人气震旺的时候 时代杂志当时是舔着脸 将哈利斯捧上了封面 并且还对他进行了大肆赞扬 本以为 你看像我们这么知名的一家杂志 都把你登上了封面 而且还这么舔你 你应该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接受我们一次采访吧 结果就被啪啪打脸 断然拒绝 一边呆着去不接受 当时封面刚刚登出的时候 时代杂志就有意见了 在当时的发刊文字中 就有点酸酸的 但是那个时候没翻脸 估计杂志社还是想继续争取采访机会 但是到了现在 都两个月过去了 你陆续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 就是不接受我们的请求 这下把老板给惹急了 翻脸了 既然你不仁 就别怪我们不义 刷的一下就在推特上开皮了 虽然比尼奥夫的文字表述的还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不满情绪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你作为总统候选人缺乏透明度 为什么不能与公众进行和其他候选人一样同等程度的接触与交流呢 哈里斯通知 我也是服了 那么有好的媒体 你看又被你提翻了 CNN反水了 时代杂志也反水了 其他的左媒也都陆续扯下了原本遮在哈里斯身上的那块布 比如大左媒纽约时报 最近也承认说哈里斯正在失去黑人选民的支持 你看都不替他折不替他演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家家的娘家媒体陆续背离哈里斯 这说明什么呢 这又是谁的问题呢 这些娘家的左派媒体 对哈哈同志那多好啊 结果你却狠狠的伤人家的心 如果这些主流媒体 要是能够以同等的程度来对待川普的话 那么川普的支持率肯定远不止现在的局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现在这些左媒似乎都看到了哈里斯的支持率下滑 基本上也都看清了局势 既然啊你已经失去了鸭宝的价值了 那么你就别怪大家都翻水了 所以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在接下来的好像还有三个星期吧 在这三个星期内 我估计跟哈里斯翻脸的媒体肯定会越来越多 这叫什么呢 叫枪导众人推啊 推墙的媒体越多 就越说明哈里斯的血情越糟糕 昨天川普在加州举行选举造势期间 一名非法持有猎枪和装满子弹的手枪的男子 在克切拉集会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 被警方逮捕 据BBC报道 这名49岁的嫌疑人名叫维姆米勒 当时他开着一辆黑色的SUV 在安全检查站被警方拦下 随后警方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两支枪 和一个大容量的弹架 接着他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 被当地何滨郡警方说是平安拘留 据何滨郡警长比安科表示 他们无法推测嫌疑人的心理活动 但他确信他的警员阻止了第三次暗杀企图 但是根据一名联邦执法官员对CBS表示 说没有迹象表明这起事件与暗杀企图有关 随后这名男子被控两项与武器相关的轻罪罪名 并在交了5000美元的保释金后离开了警察局 目前联邦机构尚未对他提起任何指控 另外据当地警长比安科表示 说当时这名男子越过了外围的安全边界 进入到内部边界时被执勤的警员拦下 说他们发现了很多异常 说这名男子开的车 车牌是假的 车内一片混乱 还在车里发现了多本 写有多个姓名的护照和多张驾照 另外这位警长还声称 这名嫌疑人告诉当局 他是一名反政府组织主权公民的成员 说这个组织是一个不信任政府 以及不想被政府控制的组织 但是根据这名被拘的嫌疑人米勒 他自己声称 说当地警长对于他想刺杀前总统的说法 纯属胡说 他对媒体表示 说这些指控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是一名艺术家 绝不会对任何人造成暴力和伤害 也不想伤害唐纳德川普 据他自己说的 说他是受克拉拉郡共和党主席的邀请 来参加集会的 在检查站遇到警察时 他还穿着川普的衬衫和帽子 他说他的这些武器 一把猎枪和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是为了个人防卫于2022年购买的 他说他告诉警察 他把枪放在了后备箱 这是一种礼貌 然后他就被拦下了 并且被迫下车 在一名警察告诉他 他们要确保枪支是合法购买的 随后他的车被洗劫一空 这是他自己说的 据BBC报道 说米勒他是一名登记在册的共和党人 曾在2022年竞选过内华达州的议员 但没有成功 此外他还否认警长说的 自己在检查站出示了假记者证 这个说法 他说他所提供的是一张特别通行证 现在这就是双方各自的说法 警方这么说 他自己又是另一种说法 不知道这里面到底谁说的是真谁是假 不过根据联邦当局的声明显示 特警局认为米勒不太可能试图暗杀前总统 并且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对此事进行调查 特警局表示 此次事件未对保护行动产生影响 前总统川普没有面临任何危险 那看来应该是虚惊一场 不过在经历了两次暗杀未随后 加强对川普的安全保护 这还是应该的 看来现在警方 当地的警方在执行的时候 也更加严格了 因为现在川普 他不仅仅是一般的总统候选人 而是有很多暗杀小组紧盯着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加强安保 务必保障川普的人身安全 因为美国的未来 甚至世界的和平 可能都掌握在川普的手中 最后我们来回答一位网友的留言 这位网友说 求解 很多自媒体说 川普翻转了 追上了 甚至领先了 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筹款追不上 差距这么大 感觉荒唐 感觉没法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我想问一下这位网友 你觉得钱能代表一切吗 钱不是万能的 在有些方面 尤其是在价值观和信仰的层面上 钱代表不了什么 这个呢 是从观念的层面回答你的问题 下面我们再从实际层面来回答你的问题 那就是哈里斯 他所代表的民主党 所得到的捐款 大部分都来自财富利益集团的支持 而川普所获得的捐款 大部分都来自大众 虽然川普的筹款数额没有哈里斯高 但是川普的捐款数量 却远高于哈里斯 因为川普的大部分竞选资金 都来自小额捐款 根据媒体的报道 说上个月9月份 川普获得了1.3亿美元的捐款 其中有96% 约250万笔捐款 都来自小额捐款 其中捐款的数额都小于200美元 平均捐款额是60美元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川普的支持者 基本上都来自基层 而哈里斯他的捐款 基本上都来自大金主大财团 大家应该要明白 一个人给你捐了60块钱 基本上应该都是没什么诉求的 应该都是单纯的支持 但如果一个人给你捐了2000万美元 那么这个人他肯定会要从你的身上 或者要利用你的权利 要赚回更多的钱 捞回更多的利益跟好处 否则这就不太符合人性 除非他是你名义上的干爹 不知道这位网友 明白没有 另外我们从捐款资金的数额差距 也可以看出 川普用更少的资金投入 获得了跟哈里斯持平的民调数据 甚至赶超了哈里斯的民调 请你想一想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迷惑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埋怨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心平起合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守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边光亮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一站在远方 得到失去又能怎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